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關於奧斯卡2023 當中關繼威奪得最佳南佩國 相關報導指原來他在小時候 曾經離過香港避難 是怎樣的故事和各位一起美美到來 另一邊雙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城中熱話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報導 澳門有個46歲的婦人在賓館房間死亡 頭部有多處不尋常傷痕 司警列作控殺案 據報是澳門一名女子在星期日的賓館房間倒閉的 列作控殺案 司警在日前拘捕一名香港男子調查 司警到位於中區的賓館調查家帶走床單 有些人和死者物品等等的證物 事發在星期日早前11時一名46歲的女子被發現倒閉 於這個賓館房間之內 頭部有多處不尋常傷痕 司警列作控殺案調查 涉案的房間暫時封閉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報導 提及比較奇怪的情況 澳門的兇殺案涉及香港男子 據報相關的疑兇被捕 而相關的女子據報頭部有不尋常傷痕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未有最新消息 我們會繼續緊貼 盡快告訴各位網友知識 根據HK01最新報導 關繼威奪得最佳南配角 曾經慨探雅裔演員機會少 小時候原來曾經來過香港被爛 報導的內容提到 雅裔演員在奧斯卡班准禮揚威 美國華裔男演員關繼威奪得最佳南配角獎 這位外貌好似成龍的51歲男星 來自越南華僑家庭 去美國之前曾經在香港避難 他重拍的生涯並不是暢順 曾經感嘆雅裔演員在荷里活缺乏機會 被迫退出幕前 直到近年 雅裔主演的電影興起 令他又燃起希望 關繼威和楊子晴在電影 奇異女俠玩舊宇宙中 飾演一對夫妻 近期在多個電影頒獎禮取得戒職 例如一月的金球獎中 楊子晴成為了音樂和喜劇內的電影最佳女主角 而關繼威奪得最佳南配角獎 關繼威在1971年在越南南部西貢 即現今的胡志明市出生 父母是越南華僑 越南戰爭在1975年西貢淪陷過後結束 大批越南人為了逃避北越統治而逃到外國 關繼威七歲時亦和父母六名姊妹兩名兄弟一起離開越南 他和家人逃到來香港 並在香港的南民營居住了一段時間 他們最終搬到美國定居 關繼威進入美國電影圈的經歷 可以說是無心插樓 他在12歲和家人在洛杉基唐人街的區域居住 當時導演史提芬史匹寶正為電影《奪補奇兵》系列的第二部曲 《奪補奇兵之魔域奇兵》尋找一個亞洲兒童演員 電影公司於是在洛杉基唐人街發布公開招募的消息 他本來帶弟弟去參加試鏡 但他自己被製作團隊選中 成為電影中的冒險家的小副手 成為演員的關繼威 亦曾經拍過港產電影 2002年由鄭伊健與張柏茲主演的無限復活 但一直在荷里活尋找機會的他 沒有一帆風順的星徒 甚至在2002年過後的十多年中 他都沒有拍過電影 被迫退出幕前 轉來找這個幕後工作 他認為亞裔演員在荷里活當中缺乏好角色 對此感到沮喪 英國的惠報去年曾訪問關繼威 說到當時亞裔演員在荷里活面對缺乏機會 只能夠飾演一些充滿黑板印象角色的困境 關繼威就這樣說 就說我記得有一年 整年都沒有得到一次的試鏡機會 直到2018年由多位亞裔演員主演的 我的超豪男友上映 並在西方世界取得佳織 這是令到關繼威大感鼓舞 覺得亞裔演員不再被邊緣化 他曾經向傳媒說他在戲院看過這部電影三次 然後他看得哭了 因為這部電影實在太好了 他哭的原因是因為他覺得嚴重地擔心錯過了一些東西 他很想跟他們所致這部電影的亞裔演員 一起出現在螢幕之上 於是他希望重返幕前 並找回他的經理人 然後在兩個星期過後 得到奇異旅合玩舊宇宙的演出機會 以上是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關繼威奪得最佳藍佩國 的確令人相當感動 看回他整個歷程 說51歲 當年原來小時候曾經來過香港避難 住過香港的難民營 其後去了美國尋找機會 其後亦有出演過幕前的電影作品 不過一等就等了20年 20年以來沒有做過幕前 直到近年見到一部電影 就是我的超豪男友 這部電影出名由多名亞裔演員主演 在西方世界亦取得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佳跡 結果他重現做演員的夢想 結果51歲的他在今次的奧斯卡 奪得最佳藍佩國 不得不提這部電影本來是找成龍做主角 是說做楊子瓊的角色 其後就因為成龍不知為何拒絕了這個邀請 可能覺得劇本比較差 認為看上去好像很刺激 結果由楊子瓊當主角 關繼威當藍佩國 結果大放異彩 人生就是這樣 關繼威經歷過20年以來 一直等待機會 結果終於等到 亦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鼓舞 有時候你就暫時退出幕前 不過繼續做好自己 等待機會 總有一天能夠重返幕前 再取得更好的佳跡 另外轉看本地的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張佳招非常搶眼 說不要再餵這隻貓 網友爆笑 就說這個貓店長好像那些重案 那些賊王 報導的流行民提到 好地地一隻元朗人氣貓店長 南二 疑似因為牠太肥 需要減肥 被主人弄成通緝犯 這樣貼街招 呼籲愛貓人士不要再餵牠 笑到網民死 並指肥腩衝出香港 登上台灣的緊途集中營 主人跟南二這隻貓 製作的街招精美和環額也有 圈裡有南二這隻貓的肉照一張 大致寫著重大事項宣布 不要再餵這隻貓 以及寫著餵牠好不餵牠最好 街招旁邊有一張歡迎廣傳的南二海報 在說適宜觀賞帶忌餵食 網友覺得這隻貓南二好像被人弄成通緝犯 看上去好像是通緝要犯的照片 有熟悉這隻貓南二的網友還爆料 原來南二這隻貓早前失戀 如今失戀不止 這隻貓還要肥到被人貼街招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純粹博君一小 在網上廣傳當中呼籲不准餵這隻貓 這隻貓一按下要減肥 加上原來據報牠早前失戀 不知道追哪隻貓女 結果這件事衝出香港 在台灣的討論區都有討論 多謝各位 尤其願意看廣告來支持鄺仔的老友記 繼續勤力拍片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